新中国联邦消灭中国共产党了 地永远是你的 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地必须是人民的 只要这个地是国家的 这个国家就是王八蛋 只有地是人民的国家还有希望 第二 所有银行欠的款都不能还 因为它全都是骗你们的 那钱贷款利息不合理 钱也不是它的 钱数字也是假的 中国人几代人都被共产党剥削 那钱就必须是你的 这叫这是什么 社会财富的基本属性 所有的财富 所有的财富最终都是社会的 社会的财富存在着生命体 生命体就是财富的主人 而不是政权不是组织 当然给你免了 很多人觉得这荒唐 竟然头两天有人给我 写了长长的几片纸 七哥直播再也不提这话了 土地人民拥有是可以的 但根据国家历史 我讲了一大堆 哎呦我的妈 又是什么教授 然后说这个信用卡都免了不正常 那无法无天了 我想告诉这位战友 包括这不是一位 好几位战友 真的你连个屁都不懂 你根本不了解财富的属性 所有的财富都是属于社会的 你只拥有一次使用的权利 你没有任何人拥有绝对的权利 财富不流通 它就不叫钱 它只是一个工具 所有欠信用卡的钱 和欠银行的钱 那些钱 所有的行为合同 全是违法的 所有的合同都是有欺骗性的 而且那个财富的属性是社会的 而且这个社会上百分之百的人 就是社会的主人 你懂个屁 你要有本事给我建议 你告诉我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贫穷 你为什么那么贫穷 为什么习近平家都没有钱 李克强家都没有钱 韩正家都没有钱 孟建柱 王岐山这个孙子 为什么那么有钱 对不对 我一看到这些所谓的教授 写那些冠冕堂皇的东西 你就问问你自己 你哪成功了 要么打疫苗了 要么就有个破房子住 你以为是你的所有资产 精神上极为贫乏 既没觉悟 也没醒悟 动不动就指挥别人 动不动就给别人建议 现在一起为十四亿 心中联邦同胞 爆料革命战友和家人 祈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